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处落地后子残行贿 不敢再娶孙家小姐巧云 那孙家女儿巧云毕竟号称安安化第一美人 前来求娶的人自然不少 其中就有吴梁一家 父亲叫吴梁 儿子叫吴少梁 虽然是当地的大户 可是名声不太好 孙太太因此坚决不同意女儿嫁到吴家 在这里 这位母亲主要还是不想坏了家里的名声 不想让女儿被上骂名 因为已经把女儿娶配给了陶树 如今更改 岂不是吴梨 可是那吴家也不死心 邀请孙伯奎去喝花酒 里里外外地套孙伯奎的话 说到她的女儿巧云 孙伯奎一下子就把女儿那种爱慕虚荣的性情说了出来 甚至一遇盖弥彰 这吴家便对正下药 派了陶三姑接近巧云 当时巧云染了风寒 陶三姑以盼望为名 给她带了四款精美的首饰 价值自然不菲 借口就是希望每人带着首饰 能够在几天之后的腊八结两个相 从而为这四款首饰做个宣传 说是这么说 可明眼真一 眼就可以看出来里面的门路 这本小说里面的细节描写得十分之好 陶三姑给她首饰时 故意将旁边的鸭船引到别处去 还有巧云突然感到心酸说的话 只怕我这一辈子也不佩戴这些东西 戴不起就别戴 借了别人的东西来充破 让人家来笑话我 一来写出了妙龄少女心中 对美帝追求和向往 二来也未知后 她嫁入吴家做足了铺垫 其实 哪一个妙龄少女 没有爱美之心呢 哪一个妙龄少女 又会嫁给一个前途 仍然未知的人呢 除非能够看出桃树是潜力骨 否则 巧云真的没理由选择嫁给桃树 再说 上次桃树落地之时 发榜当日都说桃树会中举 亲戚朋友都来祝贺 可是她等啊等 只听着街上敲锣打鼓 却到了晚上还没收到桃树榜上有名的消息 那种由希望到失望的痛苦 谁又能懂呢 再说无良的毛话 她请了当时的领生杨毅来帮忙 杨毅是孙伯奎的同创 请他来帮忙自然可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孙伯奎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了她 杨毅了解了情况 再加上桃三姑的旁敲侧击 料定孙伯奎和她的女儿是支持与吴家的亲事的 只要再开导孙太太和桃树他们二人 就可以定下这门亲事的 可如何让他们二人同意 这也是极不容易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 开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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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伯奎和约晨的